苗栗县苑里镇公有市场重建工程 预计2025年完工 镇公所编列了330万元 作为市场摊商搬迁补助费 后经过代表会决议 需把大同路临时摊贩也纳入 镇库要支付1976万元 但是需要县政府审查是否合法才能够发放 兼顾历史建筑大楼兴建 苗栗县苑里镇公有市场历经5年 毫不容易取得地方共识 去年底动土重建 工程2025年完工 施工期间针对原本市场内的摊商 镇公所编列搬迁补助费330万元 但至今迟未发放 这个代表会可能认为 这件事情是蛮需要严谨审慎的来对待 所以他们希望办法要变成自治条例 逐条的来做审议 所以我们后来也非常的要紧 赶快把这个办法修成自治条例 那也在去年的过年前 马上就来提一个临时会 那这个临时会就是希望说可以顺利的来通过 因为之前我们的预算被冻结 卡关原因在于代表会要求 改以自治条例方式审查 并将补助对象 从院里市场摊升 扩大到大同路临时摊贩 预算增加6倍大幅增加1600多万元 对政库是一大负担 额度就从300多万变到1900多万 那其实这个对政库也是不小的一个负担 所以我们也认为这样子三赌通过的自治条例 应该审慎来对待 那我们收到代表会的三赌的条文之后 也送了苗栗县政府 希望由苗栗县政府上级机关来审视跟审核 说这样子的合法性 是法性是否是OK的 临时摊商没有和政公所签约 仅缴交4000元清洁费 对于缴租金的市场摊商并不对等 顾虑到发放明目不符 公所送交县政府审查 以避免衍生法律争议 以避免衍生法律争议